大家好 我是坦平叔 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21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 胡指胡微 还有胡一静老师 今天胡适继续震荡 这个走势跟咱们说的是一样的 缩量震荡 但是今天点数跌的不多 但是对小散来说 恐怕不好受 一共是4300多家下跌 那小散户 恐怕大部分都在下跌的 这个股票里面扎堆 就是说股值涨的时候 小散户占不上什么光 借不着光 但是下跌的时候 它一定会在里面 踊跃的买当 在这个震荡市里面 也有散户能赚钱的 就是推脚麻利的 跑得快的 胆大的 但是这都是少数 而且这个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看有的散户 就在这个3100点 上下震荡的时候 有些散户 抓住了什么机会 抓住暂停等等 赚了点钱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 这个里面有很多是偶然惩罚 不是必然 很容易加倍还回去 即便是这样的散户 也是少数 大部分散户 是离这个解套越来越远 为什么呢 咱们一直在说 因为现在都是存量资金 在里面博弈 没有增量资金 就是你把嘴说破了 你吹出大天去 没人相信 大家都是能眼旁观 就看你原来的这些散户 跟胡锡进老师 在里面玩 大家都是观望 都是看笑 没有增量资金 那不就是穷鬼杀恶鬼吗 就互相骗 互相鼓励 这个叫走夜路吹口哨 自己给自己赚打 对吧 你骗我 我骗你 我说能到3400 你说能到4300 看谁怕谁 给蒙了 对吧 把筹码卖给他 这个是有道理的 这个咱们这个市场上 根本就不缺钱 对吧 很多钱在银行里坦着的 这个韭菜 散户 虽然这个钱不多 但是银行的存款呢 还是节节高升 越来越多 这个钱 没地方去 他就是不去股市 为什么呢 这个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 就是善善一任的这个 就是钱 政经会主席 尚富林说了 人家不相信你 不相信你这个市场 所以钱就不进了 你看看 一退休之后 人家尽说大实话 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啊 大家看一条新闻 就知道了 钱去哪了 或者说有没有钱 这个新浪银行啊 也有一篇报道 叫部分银行 超长期特别国债 售庆 这不是最近 财政部发行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吗 有二年 有五十年的 今天媒体报道啊 部分银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售庆 昨日部分银行售卖超长期特别国债 昨日下午三点半 首批三十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购买渠道已经关闭 财联社记者从招商银行处获悉 该行仅有五亿元的购买额度 同时 这商银行工作人员透露 昨日三点半前 该行的额度已经售庆 什么意思啊 这个超长期国债三十年了 那个利息还是百分之二点几啊 第一个 各大银行 各个网点 只有几个亿的配额 就是你不是想卖多少就卖多少 就给你这么点额度 给你卖去吧 第二个 这银行一卖就没了 下午三点半额度都卖完了 就一边是海水 一边是火焰 一边是股市天天吹 对吧 又是寄出去牛市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的 大家就是拿着钱不进去 一边呢 超长期国债 很多人都说不好 对吧 你发这么长时间的 我能活那么长时间吗 三十年了 对吧 而且利息也不高啊 百分之二点几 百分之三都不到 结果这边是 一发就没 一发就没 这说明什么呢 人家愿意买这个三十年期的 这个国债 虽然这个国债是可以 这个流通的啊 可以变现的 但至少你看 他的收益也不高啊 那么的人跑去抢 你这么一对比就发现了 这个胡适啊 不要自吹自擂 大家的心里跟明镜似的 知道你那个资本市场 是怎么回事 对吧 宁愿去买这个 三十年期的国债 排队去买 就是不进股市 你看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资金啊 不是没有啊 是有啊 他就是不愿意进股市啊 所以股市就是 穷鬼杀恶鬼 就是原来那批 被重度套牢的人 在里面耍 就是你割我一刀 我割你一刀 双方割着玩 没有新增资金进去嘛 你看虽然这个 海外机构啊 又开始差多了 这个高盛 汇丰同时表示 中国股市大反弹 可持续 近月以来 中国股市展示凌厉 A股股指 从二月初的低点以来 反弹超过17% 港股横指 更是稳步进入 技术性牛市 涨幅超过20% 实现全面大反攻 对投资者来说啊 下一个问题是 是趁高卖出 还是继续持有 高盛 汇丰分别在五月二十日 发布最新言报 称从历史数据都出发 本能行情擅除中期阶段 股市任由善行空间 过去二十年来的数据显示 进入技术性牛市后 市场有60%的可能会继续上涨 接下来六个月 最大回报率 平均能达到35% 高盛说了啊 后面六个月 可能还能回报35% 我记得高盛不是说 咱们是L底吗 而且是L型底的这个 还在那一树啊 还没到那一横呢 怎么马上就叛变了呢 现在变成咱们进入技术一牛市了呢 后面还涨35% 所以这些机构啊 也说的这些东西 你只能参考参考 不能当真 你要当真啊 年都能过错 不管你怎么吹吧 总之你看看 韭菜是不是眼睛是血亮的 它就是不进去啊 你怎么忽悠 怎么引诱 反正就是不买 情愿买这个超长期的国债 排队买那玩意 都不去买股票 当然了 咱们一直说啊 在七月份这个会议之前呢 他应该就这么这个震荡走势啊 不要指望着他暴跌 也不要指望他暴涨 大概其就在这个山下 来回震荡 如果你觉得你的水平很高 你可以在里面博弈啊 但是我想啊 大部分散户是没这个水平 远离是最好的 如果你的股票啊解套了 或者离解套很近了 对吧 那你就减仓 卖点是最好的 这里又说到胡怡进老师 他入室啊 快一年了 七十万 因为我估计啊 他今天应该又赔了 因为今天是四千三百只下跌嘛 我记忽悉进老师应该赔的在五万左右吧 当然了 他现在小多文还没写啊 我是推测他 忽悉进老师最近啊 好像受到的这个 来自武军的这个批评啊 威攻啊 反噬啊 比较多啊 都是他以前曾经的战友 现在把呛口啊 都对准了忽悉进老师 忽悉进好像前几天发了个微博吧 他说了一句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 给中国带来了麻烦 这一下 胡锡进老师啊 也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踩中了这个黄鹅的脖子 或者是踩中了黄鹅的这个 演气管 这些黄鹅爆跳入雷啊 因为他们认为 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 成功的吸引了美西方的这个火力 转移了美西方 施加给大国的压力 这是功德意见啊 那这是大国跟俄罗斯 结盟的这个前提啊 这就是什么侵略不侵略乌克兰 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就这些黄鹅啊 一个个都是战略家啊 就是文化不高的战略家 工资也不高的战略家 在那盘算着啊 让这个俄爹 怎么样吸引这个美国的炮火 替咱们打头阵呢 所以胡锡进老师一说出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啊 给大国带来了麻烦 惹得这些黄鹅暴怒啊 胡锡进老师啊 离汉奸走狗卖狗贼 反正就差一步了 当然了 说来说去啊 这都是胡锡进老师培养的 胡锡进老师顶多是被反噬 长年累月的反制教育 养了一批这么怪胎 这两天这个伊朗的总统啊 这个已故总统啊 故总统 莱西 硬着落啊 那按照黄鹅的理论啊 这肯定是美西方干的 一切责任在美方 虽然美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啊 根本就不敢靠前 这事可千万别赖上美国 但是黄鹅可不管 对吧 反噬肯定是美西方 你看 胡锡进老师啊 又在里面横跳 为什么说胡锡进老师被反噬呢 就他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去分析一个问题 他昨天啊 又发个微博阴阳怪气的 把这伊朗总统 硬着落啊 哎 跟美国关联上了 就像那个胖猫事件一样 这胖猫前面跳桥 他后面发个微博 说但愿天堂没有什么骗钱 没有什么PUA 暗戳戳的把猫头指向那个堂竹 他这个啊 莱西这个硬着落啊 胡锡进又是暗戳戳的 把他跟美国挂人勾 他怎么说的啊 他说伊朗是个悲剧 他的力量不足 但占到了对抗美国最突出的位置 大国人应当从伊朗的遭遇中 总结一些有意的东西 但我们的知识分子 真的不应嘲笑伊朗 我们应当尊重他 并且支持与伊朗的震荡友好 我不太清楚 胡锡进老师说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啊 也可能指的是家头吧 反正知识分子这几个词 已经被他们玩坏了 对吧 胡锡进老师如果认为自己家头 那样式的叫知识分子 那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 肯定就放弃这四个字啊 知识分子这四个字 宁愿不要 没办法跟他们昏为一谈 如之为伍啊 他暗戳戳的说这个 莱西飞机硬着陆啊 跟美国有关系 因为他站到了对抗美国的最前线 但是啊 接下来这条消息 胡锡进老师该怎么评价呢 根据这个社交媒体报道啊 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报道出来 说这个5月20号就是这个莱西啊 他的飞机硬着陆的时候 伊朗警察总司令拉丹身中七枪 日刺身亡 也就是说这个伊朗的警察总司令 他也硬着陆了 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个又是美帝干的 那是美帝帮哈梅内伊打扫战场还是干啥 帮哈梅内伊清除异己 这些黄鹅啊 这些凡事一定是美西方这些人啊 CPU又被干烧了 对吧 这个莱西飞机硬着陆的时候我就说了 当我看到硬着陆这几个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个叫密不发丧 对吧 假模假是早上二十多个小时 时间这二十多个小时 哈梅内伊要处理国内国际事务 真分多秒 对吧 该抓的人抓 该打死的打死 控制完之后 飞机就找到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这个伊朗警察总司令啊 昨天真的是遇刺身亡 那就更加验证了我的说法 你把什么都怪到美国人头上 你是解决不了问题 自从这个攀猫事件以后啊 我对胡锡进老师的分析问题能量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在胡适里面啊 有很多人的分析问题能量 非常强 强出问题来 对吧 现在惹上麻烦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昨天啊 有一只股票叫南京画千 他扇演了天地板 实际上在这个胡适啊 扇演天地板 这个是常有的事 胡适就是这么任性 但是他这个天地板 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南京画千呢 他上午暂停 什么人暂停咱也不知道啊 然后到这个下午1点10左右啊 有人在贴吧 发了个帖子 这帖子内容说啊 说南京画千下午2点34分 给你们来个惊喜 结果啊 南京画千下午2点34分的时候 果然跌停 这个惊喜大不大 意外不意外 收盘以后啊 这个发帖子的人 还回复啊 说啊 说了2点34给你们个惊喜 你们还不信 还在那里看多 关键是有记者发稿的时候啊 他那个帖子和评论都还在 没有商 就是这种现象啊 你要说没有猫腻 这谁信呢 谁能说的这么准 对吧 下午2点34分 斩停便跌停 给你们个惊喜 这个不难查啊 因为现在这是大数据啊 人是透明的 都是市民认证 查这个一点都不难 这就是公然向监管叫板 如果说这个是偶然现象 瞎猫碰到死耗子 有可能 但是啊 今天下午是又来一个神预言 有股民在古巴中发帖 说我是庄 下午1点20分 那斩停 就是在那个古巴啊 在那个中通客车 那个商人公司的古巴下面 发了这么一个帖子 随后啊 说中通客车股价 下午出现明显拉升 13点20分 就是1点20分呢 左右 封死斩停板 记者就问这个 中通客车的证券部工作人员 给他咨询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个工作人员一脸茫然啊 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如果有需要 公司会积极配合内外部调查 说公司保证没有什么 内幕交易违规情况 你看又是个神预言啊 他说中通客车 下午1点20拉斩停 结果1点20左右就封死在斩停板上 这些牛鬼蛇神啊 装神弄鬼 如果监管都不能解决 这个就是明摆着 向这个监管公开挑衅了 如果股市有这么的大神 那你说这些小散户 你在里面不就是挨戈吗 对吧 人家能准确预言到 几点几分拉斩停 或者是跌停 那你这小散户在里面炒股 那不就是裸奔吗 那不就是专门让人看笑话的吗 我们再看看啊 胡适的一篇报道 这是深圳山报报道说 一天28家公司收年报问询函 部分公司股价连续跌 5月20号共有28家公司收年报问询函 其中20家盘中有13家公司收年报问询函 20号盘后又有15家公司收年报问询函 从二级市场走势看 这些公司股价均出现了大幅调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5月21日 沪生交易所已向逾180家山路公司 发出年报问询函 河北经贸大学及学院副教授表示 随着清国九条的落实 严厉打击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称为监管重点 因此今年的年报问询函 更关注财务问题 从商业模式 行业供应商 客户等多个角度 持续跟踪追问 是否存在造假风险 具体来看 5月20号15日前 13家收到问询函公司 分别是山河智能 临州重击 益斯特 荣丰控股 金宝山芯 科进源 研华智能 启迪设计 蓝帆医疗 旺帆发展 其他ST的咱就不说 截至20日收盘 13家个股 悉数下跌 其中11只个股 跌幅超过 5月20日盘后 到晚上 收到年报问询函的15家公司 分别是 惠威科技 科研股份 威尔泰 万顺利 等等 无一例外 收到交易所问询函的这些企业 第二天股价都是暴跌 有的跌停 有的跌5%以上 在这里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山河公司只要收到年报问询函 90%的概率 这家公司有问题 就是说交易所通过他的年报 就是报表 他都能看出问题 发布银行就表示怀疑 你这地方不合理 你给我解释解释 对吧 你这公司给我解释 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 会计师收拾给我解释 第三个 让券商 你去给我解释一下 他这个合理不合理 完了之后 让你公司的董监高 每个人都发表意见 你这合理不合理 他会一步一步这么问 你想想 这个时候谁会给你担责任呢 谁还敢硬着头皮 跟交易所降啊 你说会计师收拾 这个时候还敢给商人公司顶着雷吗 凭什么 这一罚最轻的是 莫一罚二 把你的审计费啊 没收 完了之后还发两倍 这是最起码的 这是最最轻的 现在重罚 那有可能几千万的 把那会计师收拾给发黄位置 那你说这个时候 会计师收拾 谁还敢给你包庇啊 有啥说啥 不知道 他就说不知道 会计师收拾 只要一说不知道 那就相当于给你判了个死刑 就是会计师收拾 他应该说知道才对 你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会计师收拾应该给个明确答复 结果他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表示这家企业提供的那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没办法分辨 那不就说明你那是假的 所以我说啊 交易所只要对一个商人公司的年报啊 发出问讯啊 告诉你90%可能这家公司有问题 所以这些散户 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第一时间能跑就跑 舍胳不舍腿 也要不 否则的话后面啊 他跟你谈一谈 接着往下走 谈一谈还往下走 最后直到退市 因为他一旦被交易所盯上了 很难劝商而退 对吧 你公司还可以降 你说我这兜正常 那你说劝商他敢吗 劝商不敢给你兜着 还有公司的高管 人家也不敢给你兜着 就是造假对他没好处 你老板得了好处 你高管能得什么好处呢 所以很多高管啊 莫名其妙辞职了 比如财务总监 比如这个董命 哎他扛不住啊 他也不能撒谎 撒谎要爱惩罚 说真话 老板也不放过他 不说话 交易所是不用手的 点名让你表态 让你回答 所以我辞职行吧 跑了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一到关键时候 比如发年报 前后啊 董命财务总监 莫名其妙辞职 也预示了这家公司 财报一定有问题 你看这两个是最关键 他不想扛了 所以这个媒体报道啊 截止到5月21号 沪深北三个交易所 已经发出了180份 年报问讯函 多了不说 至少有150家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财务造假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啊 目前这个胡适啊 三十公司质量 到底怎么样 我一直说啊 这个十年前 从来没听说过 国企央企三十公司造假 那时候说财务造假 大股东占用 都是民企 因为民企老板 是给自己弄啊 造假 占用 那都是自己占光 自己得利者 你说国企这些董事长 央企董事长 你造假 自己也倒不了口袋 往那担责任 对吧 这是在十年前 结果现在你看看 尽是国企央企在造假 那民企企业造假 那更是肆无忌惮 所以这个资本市场 过去啊 你还可以像胡锡进老师这样 不行我买央企 买国企中心吧 虽然业绩不咋地 但后来反正稳定嘛 结果现在告诉你啊 央企国企也不保险 对吧 这几天咱们一直说的 中泰化学 人家就是新疆的一家国企 而且是新疆排前级的国企啊 还有这个浙江国字委下面的 叫国瑞科技 现在犹如这个自媒体比较发达 有很多这个有会计市政的 会计行业的经验啊 丰富的这些人 他也搞自媒体 他就把商人公司的年报拿来一看 这个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是商人公司会计市政府所 垄断了话语权 他把这个年报一发 散户只能看这个 人家说好就是好 人家说不好就是不好 但是现在你看 那么多自媒体 他来解读 他把那年报拿出来 人家就是学会计的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这有问题 这个也倒逼啊 监管机构 交易所 就是你交易所 如果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人家自媒体发现了 这交易所怎么说得过去呢 你是监管机构啊 对吧 你应该法术比这些自媒体要高啊 自媒体都发现了 那你都没发现 所以你看 这就是后浪退钱了嘛 对吧 这某种程度逼着交易所 提高自己的监管水 所以他就不停的都挖 发这个吻云函啊 对吧 如果这家公司有问题 你交易所没问 没有发现 完了这个被别的一个自媒体 在那加逼一笔 对吧 一分析说 哎 这家公司有问题 那你说监管的脸往哪放 算不算监管失职 所以说那个监管现在压力也很大 对吧 他每一份报表 必要是在这个监监管这个态势之下啊 现在商业公司造假 那是越来越难 风险越来越大 对吧 因为他这么多自媒体 这么多眼睛盯着的 散户看不懂 但是有很多专业人士人家盯着的 这个财务报表里面 他的勾集关系啊 非常清晰的 就是只要你是专业人士 或者你参与过几次这个审计 那你对这个行业的那个商业公司啊 相当了解 一通百通啊 就是只要是这个行业的商业公司 报表你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 这就叫专业 这个在美西方啊 这样的人士啊 不就变成做空机构吗 人家就专门凑理了报表里发言问题 完了之后 开始做空你的企业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